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呀,Scanfor读入浮点数 我们读入单进度和双进度,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我们在这启动VS,然后我们在这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在这输入Scanfor读入浮点数 我们在这选中空项目,单击确定 然后呢,我们在这选中原文件,添加一个新建项 我们在这输入flot.c 然后呢,我们在这添加值 首先我们在这包含一些必备的头文件 接着呢,我们加载C元的标准库 然后我们输入Val in the main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在最下方,我们再输入season pause,让它暂停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输入分号 现在呢,我们定一个for类型的变量fl 大家我们如何对它出使话呢 我们在这调用Scanfor函数 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f 然后我们在这取fl的地址 接下来呢,我们就输出它的值 我们在输入print for fl等于百分号f 然后我们传入fl 然后再输入分号 接下来我们就生成它 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这提示一个bug 实际上不是一个bug 它要求我们用更安全的Scanfor下方言S这个函数来取代它 但是我们仍然要使用Scanfor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就需要强制关闭安全检查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运行起来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1.234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正常的输出了 这个呢,也就是百分号f是正常的 接下来呢,大家想想 我们读入实数,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也就是百分号e 我们在这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1.5 13 大家想想这个值是多少呢 也就是1500 大家看到是不是正常的输出了 在这呢 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 floor类型 我们在这用百分号f百分号e 实际上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大写的e呢 我们在这运行起来 例如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入 1.8 19 大家看到是不是正常的输出这个数 也就是1.8e 然后呢 读入实数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式呢 实际上还有 也就是scanful 例如百分号小写的g 我们在这运行它 例如我们输入1234.5678 大家看到是不是输出它的值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产生了微妙的误差 因为我们要知道 单精度浮点形实数 本身就有一定的误差 本身就有一定的误差 然后呢 我们输入了我们输入一个单精度实数 是不是有下列几种方式呢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我们要输入一个双精度实数呢 我们在这选中原文件 添加一个新件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输入double.c 我们在这添加值 我们在这加入一些必备的头文件 我们在这输入vall in the main 然后输入括号大括号 在最下方 我们在这输入system pause 让它暂停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这定一个double类型的变量db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这通过scanful对它出实话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输入2f 然后呢 我们在这取db的地址 然后在这输入分号 取地址进行出实话 那么大家 我们用2f可不可以呢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db等于2f 然后我们在这传入db的值 然后在这输入分号 大量scanful 我们能不能用db的地址进行出实话呢 我们在这直接执行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1.2 大家看到 等于对垃圾数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 db的地址进行的 摆放f没有生效 我们如何证明它没有生效呢 例如我们让它等于1.0 然后我们在这再次执行 然后输入2.3 大家看到 它等于1.0 说明什么问题了 摆放f没有出始 摆放f没有生效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如何让它生效呢 这个时候非常简单 我们对应读入双精度实数的时候 我们需要加上一个l 我们加上l以后 这个时候就ok了 现在在这我们就执行它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3.234 大家看到 现在是不是初始化成功了 所以呢 大家在这要记住 双精度实数 需要l 同样的指数也是一样 在这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百分号le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按照指数的方式来读取 现在我们运行它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1.3 e8 大家看到是不是正常显示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注视了 大家大写了e 我们该怎么做呢 大写了e 我们输入指数的时候 就应该大写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3.5e 7 大家看到是不是也很正常了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就把它注视了 我们在这再来看看g 实际上g 我们也需要l 如果你少了l的话 就会像和f一样 不会生效 在这我们执行它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99.87 大家看到是不是很正常 如果我们在这输入 大起来lg呢 然后我们在这把它注视了 现在我们运行起来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 123 112 大家看到 现在是不是也显示很正常了 所以大家要理解了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单精度实处 f1e gg都可以 但双精度实处呢 必须要加l 如果你没有加l的话 它就不会生效 不会生效 大家想等价于什么呢 变量没有初始化 变量没有初始化 而且呢 scanful没有生效 会有灾难性后果 例如 原来这个double 你没有初始化 对吧 我们在这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假定你现在是银行的职员 现在呢 double 你在这没有对它初始化 然后呢 你用默认的情况 然后 然后你用scanful 来对它初始化一下 对吧 但是你初始化之后 它能不能执行呢 会出现什么样灾难性后果呢 例如银行的某一个客户 在这开了一个户 然后呢 你新建一个double类型的变量 融了一下它有多少钱 对吧 然后呢 比如别人存入一万块钱 然后呢 一下子付这么多债 大家可以看到 它几千辈子都还不起啊 所以呢 它一定会拉着刀 追着你满街跑 知道吧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你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变量初始化 而且呢 我们在使用scanful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一点 哪一点呢 要用百分LF 否则的话 初始化就不会生效 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认真理解 多少钱吗 这个银行做 这一个银行做 的 而且 比较